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没想到 现在连大小姐你也这么认为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朱院长 你别狡辩了 满城将士都看见你乘夜钻进城门的 朱院长 我和你无冤无仇 我是不会污蔑你的 我也听两个士兵说你做了叛将 你怎么解释 夫人 在下是冤枉的 在下到了豪州城就遇到了埋伏 兄弟们拼死奋战 没想到 还被人说城市通敌出卖豪州城 在下没有啊 遭到埋伏 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 要不是我有先见之名 用个侍女换成大小姐 你连大小姐的心理都葬送了 大小姐的寂寞应该是天衣无缝的 我想 其中一定有内奸 没错 内奸就是你 你 好了 别抄了 副帅 朱元璋如果做了叛将 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跑回来 此事必有蹊跷 请副帅明察 大帅 并大帅 张世成秦率十万铁甲雄狮 已经兵距离到我们二十里之内了 再探 是 金兵来得可真快啊 看来张世成 陈友谅是串通仪器的 张世成一定识破了我们的连环计 前来兴师问罪了 可是现在不管怎么样 张世成 陈友谅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城外 如果他们两面加工 我们将是父辈受敌 到时候 我们不但会连立族之地都没有 恐怕 还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大帅 在下 愿身为功成赶死先锋 誓死夺回洪州城 以示自己的清白 好 朱元璋 我就凭你这句话 女儿恳请副帅 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 暂且不治他的罪 好 朱元璋 在 本帅命令你为赶死先锋 帅所不残兵 一举攻下洪州城 是 否则 提头来劲 是 大帅 元璋且慢 来人 上酒 是 元璋 此账凶险 我敬你这坛水酒 助你马到宫城 元璋 就算马哥果实 也要夺回洪州城 以示清白 是我朱元璋 带兵无能 插电全军覆没 让兄弟们白白牺牲 今日 我朱元璋 我朱元璋身为工程特派先锋 率领这里的九兄弟 去打一场更艰难的硬仗 即使灾难打 我们也要誓死夺回豪州城 这次 我们并不期望活着回来 只希望 能够一举夺回豪州城 英雄们 请你们在天之灵 保佑我们九兄弟 马到成功 如果我们 不幸战死沙场 就请你们在黄泉路上 等着我们九兄弟吧 等着我们九兄弟吧 大哥 以我们现在这个模样 能攻得下豪州城吗 不成功 变成人 是 大哥 兄弟们 古有三国东吴丁凤 雪中出骑兵 大破曹营十万大军 今有我朱元璋 率九兄弟 誓死夺回豪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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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喝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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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倒酒 好酒 好酒 酒就不错 真是的 好 不准喝酒 好 你们是哪一队的 我们是野王队吗 你们到底哪一队的 我们是野王队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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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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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大帅 郝州城已经挂起郭子大旗 好啊 朱元阳真是人虎将 好 再探 是 副帅 实在是太好了 都是副帅英明 没有杀他 多亏女儿你冷静 回郝州 我要重重赏他 拔营 大帅 请稍慢回城 怎么 朱元璋只有十个人 而守城将士达千多人 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占了郝州 再说 朱元璋谋反在先 而今又轻去郝州 这其中恐怕有诈 副帅 那我先回郝州去查看一下 千万不能 大小姐的万金之躯 岂可以以身犯险 大帅 末将愿先回郝州查看一番 就算朱元璋真的收复了郝州 我也要仔细查问 若无可疑之处 才请大帅一驾回城 好 还是苏中心系啊 这事儿就全钱交给你了 末将领命 老夫是火龙真人 就是那个邱老头的师弟 约你来 想要你拜我为师 要我拜你为师啊 对 原来你是邱长们的师弟 可是这辈子呢 我只敬佩邱长们 要我拜你为师啊 没门 既然见不到邱长们 那我告辞了 等等 那要是我带你去见邱老头 你肯拜我为师吗 好啊 如果真能见到邱长们 邱长们又同意我拜你为师 那我就拜你为师了 好小子 鬼主意真多啊 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走 走啊 来 张金宝 你来看 我这个火龙洞呢 简直就是个宝库 咱们玉须宫的藏金阁里 也找不到这么多的武功秘籍 前辈 我不是来看什么武功秘籍的 我是来拜见邱长们的 你有本事请他出来 算了吧 你想见邱老头 不就是想学他的武功吗 其实在墙上这么多武林高手 你要是领悟了他们的绝招 邱老头也甘拜下风啊 你看 这就是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 他的船人被老夫用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的办法 是这门武功永远沉埋在我的火龙洞里了 瞎说 你哪能敌得过九阴白骨爪啊 这你就不懂啊 天下武学皆有死门 什么兵器捕上排名第一的上官飞环 还有四川汤门 天魔剑法 还有相识霸刀 少林七十二绝技啊 还有我们权真教的那家权 哪一个能成为天下无敌啊 前辈 武当那家权你也懂啊 这那家权有什么了不起啊 那邱老头会的我都会 你就乖乖的跟我学吧 邱正人学究天人 你跟他比啊 太狂妄了 你怎么这样十股不化呢 世间万物都有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 须知世间浩瀚宇宙无限 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什么被少林啊 男武当 这些尊号都是人家送的 岂能当真 这么说了也有道理啊 这可是我一生时间才悟出来的道理啊 你想想老夫如此绝学 要没有半个传人 这不可惜啊 不过前辈 以你这登峰造极的造诣 世间有多少人想拜你为师啊 我天字愚钝实在不可造就 不可造就 好小子 你说你愚钝呢 其实啊 我看你就是个小林精 你岂能瞒得过老夫这双眼睛 所以我才选中了你 要把平生所学都传给你 怎么样 反正邱老同的牛鼻子已经死了 你就乖乖的跟我学吧 你终于承认邱掌门飞升了吧 骗子 骗子 你吃了吃鼻里的大混蛋了 对我刚才只用了三成功力不然就吃大亏了 前辈 我不跟你玩了 我要去找我朋友了 等等 今天你别想走出这个洞口 难不成你要把我关在这里关一辈子 有什么不可以啊 你看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武林前辈和武功秘籍 要学会了这些绝招 那就能打赢老夫 一堆前辈一堆秘籍 我从何学起啊 天下难事必作于义 天下大事必作于西呀 哎呀 前辈 啊 怪老头 朱总兵 你就凭独九一招十人灭千军轻取豪州 是 那为何一个活口也不留 为什么要留 难道朱总并忘记了 你勾结陈有亮谋取豪州城一事人为查清 我朱元璋率九兄弟 誓死夺回豪州城 谣言总该不公私破了吧 夺回豪州当然是立了大功 但勾结敌军一事人为查清 天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一个活口也不留 难道怕我们追查吗 荒唐 我们夜戏豪州 每个兄弟 都是提着脑袋和敌人拼命的 还管他们死活 什么勾结叛军 简直是放他奶奶十八个狗臭屁 谁是我们勾结的 名人不说暗话 贵孙子 给我站出来 站出来 兄弟们 上有天理 下有良心 朱兄弟 你别误会了 是大帅命令兄弟前来调查的 你是聪明人 应该清楚 大帅为什么没有马上回豪州城 他是怕有不测之祸 苏将军 你想怎么查吧 把他们统统压起来 是 苏将军 别动我的兄弟 要杀要挂 冲我朱元征一个人来 大哥 大哥 好 好 我就给你们九兄弟两条路选 第一 马上离开豪州城 第二 跟你一起受审 随你们挑 好 兄弟们 元征对不起你们 让你们的血白流 不过 别恨大帅 和大小姐 他们对我们不保 等事情结束之后 元征会来找你们的 大哥 大哥 让我们留下来陪你吧 是啊 是 我们留下来吧 走吧 大丈夫做事顶天立地 失生是死 都要做得清清白白 我如意一定 你们走吧 大哥 大哥 保重 保重 我告诉你们 如果我们大哥有什么不测 我们九条命换你一条命 也在所不信 队员长 从时招来 你是如何勾结陈友亮 又是如何谋取豪州城的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苏忠 你别嘘口喷人 难道夫人所言 竟是诬告你不成 那好 那你就把夫人所说的那几个人 押到堂上来 让我们当面对峙 那两个贼兵 早就畏罪潜逃了 既然死无对证 你凭什么把那么大的罪状 押到我朱元征一个人头上 放肆 你的意思分明是说夫人约忘了你 夫人当然不会害我 想害我的 只有那些小人而已 你不要寒沙射影 你骂谁 谁想害我 我就骂谁 当时只有我与夫人在一起 不敢骂夫人 自然就是骂我了 我是奉大帅之命前来审你 骂我 就是对大帅的不敬 实相的 就赶紧从实招来 如何勾结陈有亮的 免得我以大心伺候 对 大心伺候 快说 我不说了 好 我说 你借宋姓之机 暗通陈有亮 布下连环阴谋 先洋庄重福 后骗开城门 直取豪州 狼子野心哪 想借陈有亮之力 自立为王 是不是 洋庄重福 我死了百多号弟兄 我浑身是伤 杀出重围 难道天下有这么愚蠢的勾结吗 别狡辩了 那只不过是你的苦肉计 要不死了几百个人 为什么偏偏你那九个亲信兄弟 安然无恙 这简直是荒唐 既然我勾结陈有亮 取得了豪州 那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这是连三岁的孩子 都不会相信的鬼话 你居然说得出口 朱院长 你只不过是迫于形式 假戏真做而已 而且还做得深绝 为怕有人顶正 一千多人 一个活口也不留 你简直是天下最最奸诈毒恶之徒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苏忠 你是狗贼 你想害我是不是 你冲我来 冲我来啊 想死个痛快 没那么容易 大帅和夫人 虽然知道你做了鬼把戏 但终究你还是夺回了豪州城 就免你不死 可活罪难饶 他们要我对你 重打一百军棍 像狗一样赶出军营 让天下的人 看看你这吃力爬外的家伙 像狗一样的下场 你们这些师父长 都曾被这狗贼讥笑过 九夫胜万夫 今天本将军就给你们一个 血耻的机会 轮流打他一百军棍 来人 把他八个金光再打 好 八个金光再打 我私立打 不用你们动手 好啊 我自己来 来吧狗贼 往私立打 送住 你这狗贼 把我往私立打吧 这还没有死在敌人手里 谁 去死你这狗贼手里了 狗贼还敢嘴硬 给我还敢打 打 说中 你就喝我的血 吃我的肉吧 来啊 好啊 好 果然是个硬骨头 你想死 我偏不杀你 我倒要看看你这狗贼 还是不是有脸在这世上混下去 来啊 把这狗贼打出豪州城 好 打 打 我倒要看看你这狗贼是不是还有脸在这世上混下去 把这狗贼给我打炒就成 快动 走 你要走 走 走 快咱 走 杀 宋忠 宋忠 你这王八蛋 有种意 我一定要将你随时万段 好 好 打得好 好 你看看 刺杀的场面 郝州城又回来了 你看前面就是郝州城 郝州城的百姓盼着我回来 你好 你 知道 你 我知道 我 你 懂 什么 将朱元璋和九兄弟逐出了豪州 大小姐 朱元璋已经承认了勾结陈有亮之罪 属下也是看在他夺回豪州的份上 才饶他不死 大帅 对不对 没错 朱元璋承认勾结陈有亮犯的就是死罪 逐他出营已经是轻饶了他 可是为什么等我们回来再处理这件事呢 他们是人搜刮了城内大量财宝 恨不得马上离城 属下也是怕这群亡命之徒再起祸端 所以才当即立断 顺势让他们滚蛋 既然做了叛将 那也回来我们干什么 更何况他还自告费勾夺回豪州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一点也不奇怪 他们这是请君入梦 是想将大帅夫人和大小姐骗入豪州城 一网打尽 既然是一伙的 那他们毒杀陈军千多人又如何解释 大小姐问得好 这是因为大帅已经对他们起离心不宜久留 干脆将陈军搜刮来的金银财宝据为己有 然后将陈军千多人一锅端起 可见朱元璋这个人是何等奸诈狠毒啊 苏将军 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可有人证物证 我也是听几个没被毒死的陈军士兵说的 听说的 那接着呢 后来 后来那几个士兵也死了 这么说来的话 就是死无对证了 苏将军 你可知错怪了朱元璋的后果是什么吗 他们十条小鱼也翻不了什么大浪 志兰 别这么紧张 朱元璋这个人野心卖路 留着他只怕养我为患啊 爹娘 现在正当是我们用人之计 你们赶走了朱元璋 日后还有谁来为我们卖命 没错 朱元璋这个人是有野心 但是要想得天下 我们不是正需要这种人吗 更何况他兵强将勇 是我们最强的战斗主力 现在你们赶走了朱元璋 就好比是为从屈却 为冤屈余 正合了陈有亮和张世成的心意 开始知难想的周到 若此事等到你回来处理 就不会这么轻率了 苏忠这次冤枉了朱元璋 这如何补救为好呢 那还不赶快派人把他找回来 爹 朱元璋这个人是个硬骨头 他被当众拨光 赤体痛打一百军棍 这种耻辱 以后报复起来 一定是血流成河的 既然这样 不如斩草除根 你住口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 我就砍下你的脑袋 来人呐 大条姐有何吩咐 你给我传令下去 多派人手 一定要给我找到朱元璋的下落 遵令 老天爷 你让我受了那么多苦 让我受了那么多屈辱 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告诉我 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 老天爷 你睁开眼 这里有个人啊 怎么回事啊 醒醒 小生弟 快醒醒啊 小生弟 醒醒啊 醒醒啊 大哥 这人不说话 八成是个哑巴 那他是干什么的 别管了 先救他吧 我看他是个士兵 你看 他是在裹着军棋了 什么军棋不军棋的 别管他了 我们救他 也好祭奠英德 下辈子就不用当乞丐了 对啊 那你就撑点 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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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 你说我们大哥 大哥他到底在哪 就是 前面有家客栈 他们看看 去看看 你在洞中苦练了三天 练成什么武功啊 南北神功啊 南北神功 什么意思 南武当北少林嘛 把两家的武功精髓 融合在一起 就叫南北神功啊 了不得啊 把这两门的武功精髓 融合在一起 这个上好的主意 数百年都没人想到我呀 前辈 这还得感谢您的点话 天下难事必做于义 天下大事必做于系 天底下各门各派的武功 我最熟悉的就是武当和少林 所以研究起来特别容易 可是我又没有前辈这么深的功力 十几家的功夫要研究起来 我没有办法 所以就像少林啦 武当啦 游戏做起 前辈 不知道晚辈的想法对还是不对啊 如此可教 如此可教啊 前辈 我要告诉你 前几天的比试呢 是因为我急于要去见一个人 所以我就没有用心跟你打 不过今天可不一样了 我不打赢就不走 前辈 请你留神 你这个黄毛小子 口气还真不小啊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打不赢就不走 你要打不赢我呀 今后一辈子就留在火龙洞里 前辈 得罪 因为我拜托 她 你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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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好小子 你这一掌打得真好 四须确实 防不胜风 老夫是输了 可老夫又赢了 这说明我没看错人 你真是武林千载难封的奇才 武当有救了 武当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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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辈 前辈 君宝 你打赢老夫还哭着个脸 心里又念着要见的人了吧 不是 不是 前辈 是晚辈太冒失了 不小心打伤了你 你难受 我可高兴的 前辈 你真是个怪人 不小心被我打伤了 还那么高兴 哎 这样我就不用做鬼 好做人了呀 什 什么意思啊 你转个头去 别看 哦 你转过身来 啊 鬼 是鬼 是鬼还是人呢 我刚才是鬼 现在是人 啊 旧掌门 真的是你吗 你 你 你不是飞升了吗 金宝 来 哎 您慢着啊 拼到装死 那是韬毁之计 知其雄守其辞 拼到身负内伤 已经不是赤壁裂的对手 但是我生死是小 全真教 威名是大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造就你 成为全真教的新掌门人 造就我成全真教的新掌门 对啊 就是你 丑掌门 丑老前辈 我又年轻 我又不懂事 更何况我又没学过什么武当拳 不行的 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诶 全真教生死存盲的事情 岂能是开玩笑的呢 我 金宝 你我在武当天元祺遇 我深深感觉到 你是个武学奇才 千里寻塔 木然回首 你正是我寻找了三十年 要继承全真教衣博之人哪 丑掌门 您的厚爱 我真是深感惶恐 后辈乃是山野贱物 是做不了什么栋梁的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老道虽然虚度百岁 是否朽木俱南 自信南逃法眼 此乃天命所归啊 军宝 我希望你不要推辞 但是在你荣登新掌门人的时候 任重而道远 首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一定要在武功上 战胜齿壁烈 晚辈是不是巨南之财 那自然是后话了 但是晚辈另外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你为什么不教我武当的武功呢 现在武当的武功已经胜不了赤壁烈了 啊 那太阴真经也不行吗 没有三十年悬阴内功的修为 难将太阴真经的功力 真化到登峰造极之境界 三十年 那就算我变成太阴真经也剩不了他了 是啊 你之所以能打赢老道 是因为你服了大环丹 功力增加了三倍 但在九九八十一天之后 大环丹的功力就会在你身体内慢慢的消失了 那趁我现在体内大环丹的功力还在 我找他挑战去 你不要认为胜了老道之后 就可以挑战赤壁烈 说实话 是因为老道身负内伤 你呀 才占了这个便宜 照你这么说 我是怎么样都打不赢他了 不 穷神之话通幽动微 无形相克相生 你一定要创出一套武功出来 克制赤壁烈 新的武功由我自己创 是啊 你闭关三天就能创出南北神功来 难道没有能力再创奇迹吗 臭掌门 只要你继续努力 弃而不舍 以讨名垂青史的武学 就会在你的身上面试了 军宝啊 天命由归 你责无旁贷 你怎么会创出来啊 邱掌门 你给我这么重的担子 我怕扛不起来啊 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 不都有人创出来的吗 啊 我明白了 难怪你让我学这些各门各派的绝招绝学 希望我能够融会贯通 然后抓其精髓 创出一套新武功来 是吗 是啊 拼到因为是全真教掌门人的身份 所以不便公开博彩武学之场 这次我装死 借云游之机 以易容之术伴作火龙真人 就想在不公开的情况下 交给你各门各派的武功 没想到你如此执着 死活不肯拜火龙真人为师 我没有办法 只有字节真相啊 舅长们 您真是用心良苦 晚辈受益良多 不如您受我为徒吧 好好好啊 天赐良才 老道就受你为陆氏弟子 师父在上受张军宝一拜 太好了 长明圣教 舍你其谁啊 师父 师父您快坐 不 弟子真是该死 不应该烧闹师父 弟子这就去熬熬去 军宝 不必了 没有用的 拼到心经早已受损 已经化解不了大环丹的功力了 大环丹的功力 师父的意思是说 弟子那一掌把大环丹的功力传到您体内了 是啊 不过你也不必着急 没有你那一掌的话 我也不敢立你为新掌门人 可是弟子宁愿不要做新掌门 也不用打师父那一拳 傻小子 贫道还死不了 还要混多武功没有交给你呢 这样吧 你去天山找风雪夜魔人借他的北海冰蝉一用 那个可以治好我的内伤 好 那我这就去 军宝 你不用着急 老夫一年半在也死不了 你有什么私事尽管去做 可是师父 您真的不碍事吗 没事的 参见大小姐 怎么样 属下率百名士兵 方圆百里内部都已寻遍了 并未发现朱总兵的下落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有 就是这面破旗子 是属下在破庙里发现的 当时朱总兵就是用这面破旗子 遮掩身体离开军营的 好 你先出去吧 遵命 那天遇到的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远征 都怪我来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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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坏了身子就不好了 放开点啊 娘 爹 自从朱元璋和他的手下离营之后 我军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弱下去 给张士成 陈有亮 趁机占了不少地盘 女儿心中 越想越不安 朱元璋才离营半个月 可能还气在心头上 等过些日子再把他找回来 也未必不是好事 等他起销了 大家见面会更好一些 我就是怕他遗弃之下 偷靠了张士成 或是陈有亮怎么办 我军失去了一员大将 却给敌方得了位将才 这义德一时之间 越发对我军不利 汪洋补牢 为时未晚 我再多派人寿去找他就是了 志兰 爹也这就去找苏忠 为这事再商量商量 志兰啊 娘亲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娘你说 女儿听着 你口中总记挂着朱元璋 娘亲是过来人 总看得出一点应由 也确实有点言不由衷 你记挂的人 的确就是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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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赢 有点合理